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命画师在灵言阁中描绘了这24位功臣的画像 他的形象甚至还被虚拟为神话故事中的托塔天王 据说托塔天王在神话故事中是众神将的领袖 而这位战神就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李靖 李靖能争善战 无论是平原作战还是山地作战 他无一不惊 可以说李靖的功劳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大夜末年李靖效力于李渊帐下 李渊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父亲 当时的隋朝朝纲大乱 各个诸侯自立为王 这时官拜太原留守的李渊也决定起义 打算推翻隋朝 李靖得知李渊要造反 于是将消息四处传播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营 李渊得知后四处捉拿李靖 但这时的李靖却消失不见了 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就在李渊要想捉拿李靖的前一天夜里 李靖趁着夜幕的掩护 悄悄地离开了李渊的军中 李靖打算去长安城向隋阳帝告密 但是当李靖到达长安时 长安城内早已大乱 隋阳帝也不知去向 不幸的是 李靖却被前来攻打长安城的李渊发现 并且抓获 李渊决定将其处死 就在行刑之际 李靖在大平广众之下 冲着李渊大喊 您兴起义兵 本是为了天下除去暴乱 怎么不欲完成大事 而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 李渊的儿子李世民觉得 李靖胸怀大志杀了他 实在可惜 于是向李渊请求释放他 并且还收李靖做了自己的手下 从此李靖开始效忠李世民 也将自己的忠心献给了大唐王朝 王世冲是当时的割据势力之一 占据着洛阳城 并且兵力雄厚 在一次李世民攻打王世冲的战争中 李靖奉李世民之命 阻拦前来支援王世冲的敌军 并剿灭他 但是李靖不但所处的地理环境 居于下风 就连兵力上也不如敌军 战争陷入艰局 迟迟不能取得进展 这使得远在长安的李渊十分震怒 认为是李靖故意拖延战机 所以命令一个叫许绍的人去处决李靖 但是许绍是一个十分爱惜人才的人 几次冒死为李靖求情 这才平息了李渊的怒气 李靖也凭此躲过一劫 其后在唐统一中国的战争中 李靖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 屡见其功 平定了数个地方割据势力 然而这只是他壮丽军事生涯的开始 公元626年李世民继位 此时的李靖呢 已经成为了李世民手下最为信任的将领 但是等待大唐王朝的并不是一片和平繁荣的光景 而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开始 一个令唐朝备受耻辱的盟约 而正是这份耻辱啊成为了推动大唐走向繁荣富强的动力 也正是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使李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被世人传送 这时大唐王朝国情动荡 首都长安城内兵力十分薄弱 而就在此时 一个巨大的威胁又向大唐袭来 北方突厥的十万骑兵 在首领捷利克汗的带领下 一路南下攻打到了长安城下 公元626年的一天清晨 李世民得知突厥人将要前来攻打城池后 与李靖各自带领一部分军队出发阻击突厥人 当李世民率兵赶到渭水河时 突厥人十万大军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李世民面前 李世民镇定地与突厥人对置在渭水桥上 并且趁机让士兵布阵彰显大唐的军委 这时李靖也率兵从突厥人的背后出现 杰利克汗看到大唐军队训练有素 声势威严 反倒心声惬意 李世民按照李靖的建议 将大量金银赠予杰利克汗 突厥人进攻大唐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掠夺钱财 当杰利克汗看到自己的目的达成 并且可以避免与大唐军交战时 非常爽快地同意了与李世民签订盟约 从此不再侵犯大唐 这个盟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那么当在渭水判的时候 唐太宗设兵去迎战 首先他向突厥的克汗来挑战 要单挑 那么克汗不干 那么他就说咱们列阵对打吧 那么这个突厥也就按兵不动 最后呢是以这个突厥勒索了一大笔金财宝 退兵而去 实际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 突厥十万大军对唐朝的这个军队 在那一战是占绝对优势的 渭水之盟的耻辱 李世民和李静一天也没有忘记 终于一雪前尺的这一天到来了 公元六百二十九年 突厥人所居住的草原连年大雪 死了很多的马匹和牛羊 这使得突厥人的战斗力日益低下 于是李世民决定派李静对突厥人进行一次致命的进攻 一天夜晚 大雾弥漫 李静挑选了三千金旗 趁着大雾的掩护 连夜奔袭二十里 当李静率领个三千金旗 突然冲向杰利克汗大本陵时 突厥人谁也没有防备着突然而来的进攻 听到李静前来袭击的杰利克汗大惊失措 杰利克汗认为 李静绝对不敢孤军深入到自己的领土 如此汹涌的进攻 一定是唐朝大军倾城而出 惊慌失措的杰利克汗 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就急忙的逃跑了 杰利克汗见局势不妙 派人向李世民请求投降 其真实意图是借着投降 获得喘息之机 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不知李世民出于何等考虑 接受了杰利的请求 派使者唐俭前去魏府 又派李静去接受投降的突厥部队 但是杰利克汗的阴谋没有骗倒李静 李静打算率领大军直奔杰利克汗所在之处 生情杰利克汗 但是随行的官员认为 如果贸然行动 不但可能违背李世民的意愿 而且会使唐俭党人送命 但是李静并没有听从旁人的建议 果断的命令部队全力出击 当杰利克汗正在战中迎接唐朝使者的时候 李静率领大军杀来 惊慌失措的杰利克汗意识到自己的阴谋已被识破 于是再次上马逃走 最终走投无路的杰利克汗 在一个荒谷中被负责拦截的唐军抓获 值得一提的是 那位使者唐俭竟然凭借智慧和超强的应变能力 神奇的脱险而归 此次唐朝对突厥的大举进攻可谓完美受惯 经此一战 李静文文的踏入中国历史上顶级将帅的行列 李静的战功可以说是非常显赫的 他消灭了大唐王朝最大的强敌 稳固了大唐江山 所以他的画像留在了灵烟阁中 成为了二十四位功臣中排行第八的功臣 虽然李静曾两次险些遭到李世民父亲李渊的杀害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大唐的忠心 他不但除掉了威胁大唐江山的祸患 而且还对唐太宗李世民忠心耿耿 李静足智多谋 眼光独特 他曾经发现了一位将领的谋反之心 并且在李世民面前揭穿了他 再一次保护了大唐的江山设计 李静不但忠心于自己的皇帝 而且他还有着独特的眼光 李静战功赫赫 威名远扬后 李世民害怕李静功高盖主 辣邦结派 对自己有二心 于是为了监视李静 派自己的心腹侯军吉 向李静学习兵法 一天 侯军吉请求面见李世民 向李世民上奏说 李静只挑些基本的战法传授于他 请教他高深些的战法就不肯教了 说不定李静真的有什么二心 李世民听后很不高兴 于是派人将李静叫到自己的书房询问缘由 李世民责问李静 为何故意不将战法传授给侯军吉 李静坦然对李世民说 我交给他的兵法 足够他在保卫国家时使用 但是他不但不满足 还一再向我询问更深的用兵之法 臣恐怕他日后会对皇上不利 所以没有交给他 对这些功臣呢 一方面给予封赏 另一方面呢 唐太宗他心里头他是有所忌惮的 他派侯军吉向李静学兵法 其实既是考验李静 又是考验侯军吉 不久后果然如李静所说 侯军吉密偶刺杀李世民 并且拥立太子李成前继位 由于事情败露被李世民所杀 李静是唐朝重要的开国功臣 他一生中立下的战功不计其数 他不但辅佐李世民消灭了各个反王 而且还消灭了多年威胁大唐江山的强敌 作为一个将领 他游勇作为一名臣子 他向皇帝建言为其分忧 正因如此 这名唐朝战神的事迹 才能够流传千古 被世人传送 而李静的画像 也被列入林燕阁二十四功臣像中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回见 再见